大家好,我是孫敏 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今天點題幾個字是重磅股頭痕 先講講港股形勢 今天港股反覆偏遠 曾經跌超過160點 好在收市前跌幅收窄了 全日跌119點 收26667點 成交縮了少許 其實大致差不多 753億 今天市跌得厲害 其中股動力是來自騰訊跌0.3% 加上平保又約計 接近1%跌幅 香港銀行股的走勢 繼續約勢 拖市便下跌了 跌回100點有多 連續兩日下跌 說回整個市形勢 今天整個市下錯 但外圍形勢未至於差 只可以說 外圍形勢有些不明朗出現了 但未轉淡 不明朗的因素可以以下幾方面 第一方面 特朗普和中國的談判 至於中美貿談判方面 出現了不明朗因素 昨日的節目提到 特朗普說到整個談判很好的 預期會提早簽 本來一直傳在下個月中在智利 在APEC會議中簽 昨天特朗普提到可能會提早 令市場人士對整個談判更加充滿希望 對形勢更加樂觀 只不過今天出來的形勢不同了 因為有消息傳出來 說未必可以在下個月中之前簽 甚至在APEC會議都未必可以簽得到 雖然有些解釋說 所以未簽到 並不是一個利淡的表現 只不過文本還未準備好 所以無法在下個月的會議中簽 這方面的消息是強調仍然談得不錯 談判破裂的可能性不大 這方面的消息 與此同時也有些說法 其實未能提早簽 可能和中方的購買農產品這件事 是有點猶如有關 早前特朗普達成首階段協議時 強調中國會和美國買500億美元的農產品 還會兩年之內搞定 只兩年之內就買完了 特朗普說完之後 其實中方一直都沒有表示 和他的說法一致 從來都沒有證實他的說法 一直都沒有明確的表態 原因是中方覺得這樣購買 會影響到國內農產品的價格 而事實上應該按住市場的需求量去購買 現在有傳出中國可能就這件事 有些猶如 所以與美方未必可以提早達成協議有關 總之換言之 兩方面的說法都有 有些說沒有什麼影響 有些說中方方面就農產品 有些猶如 無論如何 這件事是由昨天比較樂觀而轉 有些不明朗 未止轉淡 另一個因素就是聯儲局 聯儲局今晚已經開會 而基本上覺得 第二天會議後會宣佈減息 市場預期可能需要高達9成8 9成8至少 市場覺得減金 這個情況 減息方面毫無懸念 只不過問題是 減息之後說什麼 大家仍然是金睛火眼 盯到實 試過幾次 所謂作出鷹派減息 減息之後發表言論 令大家相信聯儲局未必會再減息 所謂的鷹派言論 現在大家關注 究竟會否又說一次這樣的言論 因為過去幾次 做出這樣的動作之後 美股就明顯回吐 這次會否又是這樣的 大家有些等著潮的感覺 即是再觀望一下 所以換言之 聯儲局這方面 減息偏好一點 但是擔心鷹派減息 令到偏好的因素稍稍減低了 所以有少少不明朗 偏好得來有少少不明朗 所謂外圍的情況是這樣 換言之兩件有少少不明朗 反而香港自己本身的形勢差一點點提過幾個字 就是重磅股頭痕 重磅股頭痕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走勢方面有些頭痕 當然走勢為何會頭痕 都跟基本因素有些關係 重磅股包括甚麼 騰訊 剛才也說過他今天下座 雖然跌幅不大 但走勢就頭痕 看到就穿了上升軌 綠色這條 之前一路受壓 受制於五十天線 現在穿上升軌 往下就是前浪底也穿上 往下就是八月的浪底 走勢比恒指為差 恒指剛才也看過 距離八月的浪底還是比較遙遠 之前還有兩個浪底支持 換言之 率先考驗八月浪底支持日 這就是騰訊 基本因素就是昨日節目提過 手遊業務可能再次面對政策風險 另一隻跟大家說的是 平保 平保既是重磅股 亦是領先股 之前的周勢一直領先大市 但最近轉弱了 今天跌幅比大市更多 接近1%跌幅 原因就是公佈業績之後 發覺業績沒有大家想像得那麼好 當然不是說不好 但沒有想像的不好 就已經逐意構成股價下錯 而走勢相當頭痕 看到這個平保形成雙頂的格局 就是95元左右 形成的小雙頂格局 項線就在89元 穿了項線就大件事了 現在尚未穿 但都要非常小心 因為已經穿了50千和100千線 走勢昨天已經穿了 今天再跌多 換言之 連續兩天收起兩線之下 技術上 起碼按平均線的技術走勢分析 就是轉弱了 看著89元這個位置 至於同樣有麻煩的 就是金融股 特別是銀行股 匯豐出來業績比預期差少少 股價連日回軟 已經穿了100千線 現在繼續向下走 其實相對比較好些 比剛才幾隻 起碼仍然首係上升軌之上 所以大家留意著 上升軌是重要的支持 反之有邦以至 香港的銀行股 走勢比匯豐更加牙煙 看到這個就是有邦 有邦之前一天 就已經穿了一穿 一百天線之後 掉頭跌下來 高開低收 高開低收 單日轉向之時 同時一百天線 就突而復失 走勢是差的 今天再離了棍 少陰燭 昨天出現膽怯犯工 今天再離了陰燭 走勢顯然有點危危苦 所以大家留意著 恒生更加慘情 已經明顯跌穿了上升軌 受制五十天線 之前已經連跌幾天 上升軌都穿了 往後的重要支持 已經到達這個 這個就是十月的支持 如果穿了 就翁翁翁翁 所以大家留意著 這個多數是五十天線 加上升軌,加上升軌 又穿了五十天線 再次考驗一百天線 以至前浪底支持 大約是二九二零度 都是普遍走勢 各企形成小雙頂 幸好還未穿項線 所以走勢的走勢 大家留意著 小雙頂頂的項線 大約是二萬六千五百點 這是重要支持 如果穿了,就像其他重磅股,大家既頭痕又頭痛 好時間關係,今天分析就大致這麼多,多謝大家